一張電子,一張紙,一張紙 開門,對不對? 他就像... 轉動轉動的感覺 不對啊 我電車來問我 為什麼? 我媽媽是老婆 什麼? 怎麼? 因為我爸一直覺得我是公主兵 她是不是公主兵啊 你是流王兵啊 我大大X歲 哈囉,大家好 我們的連線直播終於結束了 真的 這個月長達了20天 在我們連線期間呢 我們的YouTube終於成功破一萬個訂閱 耶 開心開心 因為其實呢,很多很多人會一直問我們兩個是怎麼認識的 對,怎麼認識 以及我們的相識過程啊 就是會對我們的love story 對,不是很特別哦 對,非常的好奇 很特別耶 很特別 很特別 我可以現在說一件事嗎? 可以 很特別 好,不用超公主 等一下,下下 今天我們就收集了一些就是大家蠻好奇的一些part 然後用Q&A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就是我們的love story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最多人問的就是 我們是怎麼認識的 真的 多亂忘了 你們老公是哪裡的? 你們怎麼呢? 你們在韓國嗎? 通常呢,我們遇到任何人 他們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對,真的 我們呢,是在澳洲認識的 兩個都是WALK HALL 遇到他的時候 我其實是在我簽證結束的前三個月 有一個空檔需要找工作 剛好一個朋友介紹我 然後我想說啊好吧好吧,我就去面試一下 帶著我的resume 然後就進去店裡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他 對啊,是我 對 哦,是你嗎? 所以我們其實是在澳洲某個小鎮的一間餐廳一起工作 對 在三個月沒有想到就是移動的 不是 你想到念語 原來你念感覺是嗎? 然後那第二個問題是 怎麼...那個... 我們對BASS的第一印象嗎? 對 對 怎麼感覺?我可以說嗎? 可以,你先說我想聽你說 好 一個女子,一個PAPER,一個PAPER 一個PAPER,一個PAPER 開門對不對? 後面有很多亮亮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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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然後就慢慢說 然後就像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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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的感覺 你呢? 因為我那時候呢 就拿那個resume 就是reelie給他嘛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我帶你去另一棟找面試的那個長官 所以他就帶著我去 然後在路上我想說 好像在找些什麼話題這樣子 我第一個問題就是 Are you Taiwanese? No, I'm Korean OK OK 然後就再... 再有沒有... 沒有對話 就是 好,拜拜 然後我就從來就沒有正眼看過他 我只是好像戴著墨鏡 所以你沒有感覺耶 抱歉 沒有任何感情 沒有關係 拿著我的眼睛 欸 喔 舒服? 沒有,我沒有舒服,沒關係 因為我只會照顧著 對 沒關係 好,那下一個問題呢 是 對 我們開始在一起 一個PAPER 我們開始在一起 然後 這個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所以我幫幫很多人 不是嗎 你不是說那個 小的嗎 喔 這個 這個 現在的感覺是這樣的 但我不希望那個 太少少的 太脾氣 我的臉覺得超凹 真的 看起來營養不了 你一定 很脾氣 很脾氣 我什麼時候可以選手 其實我覺得很難說 是一個確切的事件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一起工作之後 就是有時候他就會一直幫我 然後我就覺得 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支援 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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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實 大概一個半月的時間 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 有時候真的太忙不過來 然後我想說 怎麼沒有人幫我 那時候想說好像是應該寄像 那個Kitchen Hand那個人的名字 然後可以 才可以寫他支援 Kitchen Hand的名字 對 Kitchen Hand的名字 現在應該是你最希望 我不要喊你的名字吧 最後是最後一個人的 Yubino 不要 我叫什麼 我叫什麼 然後呢 我們分別 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怎麼 那個 然後我們可以 其實我那時候 對歐巴非常有印象的是 就是他是一個 對 對 就是很freestyle 男生 然後他就是呢 會在那個什麼 我們知道 Sher House 某個上山彈吉他 有時候就會聽他聊一些 比如說 他跟那個 他的義大利朋友 還有那種 就是 反澳的故事 因為我個人是一個 非常沒辦法單獨去旅行的人 所以我會非常像 自由靈魂那種 對 那時候回國之後 對未來有點迷惘 所以想要出去走一走 因為我其實在澳洲 沒有什麼太多台灣的朋友 我就問他 欸我幫你幫你一起去旅行啊 你會對我嗎 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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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說的 當然 有機會 對 我們就是 之後就又遇到一起了 就是一起約去 當 backpacker 我們就去了 從越南往上 寮國 柬埔寨 然後在泰國這樣子 真的很好玩 真的喔 一個半月左右 那時候大家就已經有一些感情了 我就拜拜 就是回家之後呢 我就是又在思考說 那我到底未來的人生該怎麼辦 然後想說 那幫我再去唸個英文好 就是你自己的逃避就職啊 所以我就想到我的那個 Traveling Park 因為它是一個freestyle 感覺應該很好約 所以我就想說 欸 美鳳要不要一起去學英文啊 喔 好大大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了 半年吧 真的半年這麼多 下一個問題就是 對 我們為什麼會一起創業 其實之前在公家機構的時候 我發現我好像 已經有點不太適合那樣子 比較沉穩的步調 只有有跟我家姐先聊 然後那時候她就跟我說過 欸 那個怎麼現在啊 韓國的衣服很夯 到了那個 韓國跟她旅遊的時候 我想說 那我們去逛一下皮飾好了 跟他們每一塊衣服都好可愛唷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欸 好像可以試試看喔 我就旅行結束又分開了 對 因為錢要花光了 啊 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就會跟我姐姐 稍微討論一下 那那時候其實我心裡 已經有一些小小的計畫了 那時候就問我爸說 我爸你來不要一起穿 一起賣衣服啊 在那時候就說 啊 啊 那時候就是很直送的 然後很快速 跟我說 好吧 好 沒有 我沒想到什麼 我沒想到 啊 我可以再跟阿妮一起走 我幾乎一年等著 我沒有等著 只是想想 怎麼可以等著 就是你沒有阿妮 你的計畫 你的計畫 拜託 被騙了 他以為他很好約 阿妮外的就是我們 一起創業的契機 那接下來下一個問題是 對 下一個是什麼 我們有吵架嗎 那我們是怎麼溝通的 一年是 365天對不對 我們 快點是 900天 全部都是為了公司 在吵架 真的 我們兩個是一個非常非常 南淵北撤的個性 實際上我是一個計畫狂 習慣做計畫 然後做好風險管理 確保每一步都是正確的 然後盡量降低那個錯誤率發生 但是歐巴的工作風格就是 就是做 真的就是他貫徹他的那個 自由的風格 沒有壓力的時候就是會相處的滿愉快的 我們基本上之後就是 我妥協 我改變 或是他妥協 試著去包容對方 但直播上還是很常跟我們吵架 對 然後大家都說他很可憐 NO NO 下一個問題是 我們跟其他的異國戀 有什麼不一樣 是我們年齡差 是差 7歲 對 7歲 我大他7歲 我們直播 歐米人他們都不敢相信 我比歐巴大 每天說歐巴 所以每個人都說 啊 我是老老人 但是真的應該看不出來了吧 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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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們想想一下一下 25歲 然後5年後 真的很不一樣 因為這個工作吧 壓力很大 工作很多 你講 你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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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是 她的 真的 我們看看這次照片 那現在 那 她朋友都知道我的年紀 然後每次我叫 歐巴 然後她朋友 我 那很奇怪為什麼 然後我還在她爸媽面前 這樣 歐巴 對 我媽媽也是 哎 什麼話 這樣 我們為什麼會決定要結婚 嗯 那個吧 那個 先有後婚 其實 就是結婚沒有在我那時候的人生考量內 這種事業起步的很滿 還是一個衝刺起台風王的大吵 真的很累 對 那時候我們真的很累很累 那時候已經有在規劃是 是不是要先 就是你知道 停 對 就是一個暫停 要不要先 分開一段時間 就發現 就是 ANGEL來了 所以我們就結婚了 現在回頭去看那段時間 會覺得 幸好又把牛生下來 就是因為小孩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進入人生下一個階段 就是結婚 所以我們決定結婚之後呢 然後彼此家長的反應 因為我們畢竟是有年齡差的嘛 嗯 很擔心耶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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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好 等一下 媽媽說 為什麼 媽媽是媽媽 什麼 怎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其實我非常 就是很感謝她家人 很辛勞 而且爸爸講了一件事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貼心 我爸爸說 我爸爸說 就是 我爸爸說 老公總是死了 所以 平衡非常好 這樣 可以 對 你一個感動嗎 你一個感動 誰可以 相比我在歐巴家 很輕易的就是 被認可 歐巴家 就是 被認可 比較有難度 就是身無氛圍 然後就來到我們家 來到台灣 那時候 對我媽媽來說 她就會覺得她很奇怪 對 就是 沒有錢 然後加上 我媽媽知道 我等了 我眼睛比較大 所以 我媽媽就很怕我被她拋棄 經過了三年的觀察 她發現說 她是一個很勤奮的青年 現在就非常喜歡我爸 來 有多喜歡的可以看看那支影片 叫我爸怎麼猜 嗨你媽媽 我愛你 然後接下來就是 我個人想問我爸的 我最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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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台灣 手機免費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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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小朋友都可以手機免費 手機免費 好 那我最開心的是 就是 不用任何簽證 就是我只有一個巨額 我就可以 手機免費 我可以手機免費 但我從大學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看韓劇 最開心就是 我得到了一個 入門票到韓國 你好棒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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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沒有什麼最難的事 哇 你很棒 沒有最難的嗎 因為做這個生意 真的很辛苦 你很聰明 然後跟我爸在一起 就是很多很多 希望活動活動 但是我覺得都是可以超過 我一直很想要問你 私底下 我沒有想要問你一個問題 沒有私底下 就是我個人的個人的問題 如果沒有一個 Eugenie Jones 你不想要跟我結婚 對吧 為什麼 因為我爸一直覺得我是 公主病 他是不是公主病啊 你是牛王病啊 公主病加兵是點牛王病 公主病加兵是點牛王病 真的 他希望就是一個人 他娶了電 但是能夠跟他一起 分擔架 他不想要娶那種 就是公主病的女生 娶到一個女王病 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結婚之前 我決定我的對象 絕對不能像 我爸爸的那個類型 我嫁了一個中俄 我是中俄 叫你是牛王病 那我們就大概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親愛的你們 有任何的問題啊 或是對我們創業的故事有興趣啊 或是對我們姐弟戀的部分有興趣啊 可以在底下留言詢問我們喔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話 歡迎訂閱 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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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下支影片見囉 對